一位接著一位 海事學生占滿了整座山頭 大夥花了三個小時穿地垃圾 撿到海上漂浮的保麗龍 以及各式各樣的廢棄物 將八刀子忘憂不清的乾乾淨淨 這多不多 中獎中獎 都是什麼 中獎了 都是保麗龍啊 海岸邊的垃圾 大致上就是漁船 或者是一些漂樓木 他們在海上漂流過來的 那今年跟往年比起來 我們感覺上垃圾量有減少 有減少 那往年前兩年 我們大概一次清運 大概可以在五百包左右 那今年看起來我還沒有統計 不過看起來那個時間 確實是減短了 可見垃圾量是減少了 那這個可能也是一個好現象 讓我們的學生去體會環境的美 尤其是我們基隆的美 你會更喜歡這一塊土地 更懂得珍惜這個好的環境 那今年特別不一樣的是 我們中正區婦女會 知道說我們有在辦這個活動 也來加入跟我們共襄盛舉 那海洋大學 今年也有八十位的同學 跟我們一起來 那再加上本校的學生 跟教職員工 大概我們帶了一個年級的學生出來 大概有五百五十位的師生 我們真的很高興 這樣子的活動到第三年了 慢慢的也引起我們社區的注意 大家一起來 希望明年這個活動在續辦的時候 會有更多的社團 更多的單位 跟我們一起來 培養學生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 這次清了兩千多公斤的熱色 整個淨灘面積達了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校方的用心 今年也獲得社區正式 中正區婦女會也全程投入 我非常感謝我們基隆海市 環境教學 今天辦這個活動 也讓我們這個婦女會可以參加 配合學校做這個教學活動 讓同學在學校學到的 可以應用到我們社會上 讓環境更好更美麗 八豆子旺幽虎虎被親得乾乾淨淨 透過這樣大型的淨灘活動 讓學子看見美麗的基隆海岸景致 也將保護環境的種子種在美味學生的新田中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請給大家看 我的教學 請給大家看看 好